原来哈密瓜还能这样切,不张手不留置,而且招待客人特别的有面子。 方法简单省事,又快捷,摆盘又特别的漂亮。 还不会的朋友方法赶紧学起来,首先把哈密瓜给它对半切开,切开之后,然后把哈密瓜里面的这个瓜羊用刀给它切掉。 如果是嫌麻烦的话,也可以用勺子把中间的瓜羊刮出来。 把中间的瓜羊掏干净之后,然后在哈密瓜两边用刀给它切平,然后再把哈密瓜分成三份。 把哈密瓜分成三份之后,再把它翻过来,把边边上的皮给它削掉。 第一种方法非常适合用来招待客人,哈密瓜两边的皮都想办法给它切出来。 在切皮的时候,也可以像我这样切,特别的容易。 把两边皮切掉之后,再把它改到切成小块的,切的厚度大概在1厘米左右。 切好之后把它放在盘中,错位给它摆好,这样既美观又好拿。 中秋节快到了,如果是我们用来招待客人的话,就按这种摆法,特别有面子。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种方法,第二种方法就更加简单了。 把哈密瓜,果肉和果皮分离。 然后再从中间给它切一刀下来。 切好之后再改道,切成小方块。 切完之后直接把它摆在盘中,用牙签这么直接拿着吃就可以了。 这个方法既简单又省事,不张手不留置,方法赶紧学起来吧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,谢谢大家,我们下期见。